我们人发脾气的人 他就是没有办法 讲得好听一点是没有办法才发脾气的 实际上发脾气就代表你的无能 不生气说明你有大量大度量 而且有方向 所以君子为目标 小人为目的 珍惜缘分再造善缘 脾气嘴巴不好 心底再好 也不能算是一个好人 所以得理要饶人 理直要契合 在家庭相处当中 每个人都会犯错 多一次原谅别人 你们知道吗 当你心中多一次原谅别人的时候 你就在心中多一次的再修福和造福啊 所以看别人有福气的时候 就是因为别人气量大 所以叫量大福大 把量放大 你的福气就大 学会欣赏别人 就是庄严自己 很认真的听别人的讲 别人就会非常尊重你 原谅别人 就是善待自己 人为善 福虽未至 祸以远离 就是说 一个人 只要做善 虽然 你还没有福气 但是你已经 祸离开了你了 人为恶 祸虽未至 福以远离 一个人 如果做恶 虽然 你还没有祸在你身上 但是你的福气 已经离开了你了 所以 手心向下 那是帮助别人 手心向上 那是求助于人 助人为乐 求人 会让自己变得很痛苦 帮助别人 会让自己变得很幸福的 学佛要学会法布师 就是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能够度到别人 说明你这个人有人缘 你们记住了 凡是有人缘的人 他就有智慧 想保持跟朋友之间的友情 跟别人相处的好 靠美德呀 两者都很重要 一个人有道德 有智慧 你就会什么都顺利 只要你去求了 你就会求人家 就会有苦 所以台长有句 坐右鸣 就是希望大家都要动 懂得 无欲自然 心如水 没有欲望 没有人 哪里有什么办法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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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